这个芯片有问题 同时这颗电阻也逃脱不了它的厄运 大家好 这里是每一等课堂 在维修电动车充电器的时候 这些大锅子电阻器 我们要特别留意 一般它都相当容易烧毁 因为它承受的电流比较大 冲击相当容易损坏 在我们26月就有这样的 这些大功率电阻 这些电阻我们要作为 维修的一个正点方向去测试它 测试它的通断很容易 我们就有封闭档 封闭档 像这个电阻 红红银金 显然它是一个小电阻的组织 那么在路测试它应该是有封闭报警声 因为它近视于短路状态 但是此时这个封闭声是没有一点反应 证明这个电阻已经损坏 从这个迹象也看得出来 它这个线路板表面已经烧焦了 因为它背面已经烧坏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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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路状态 换IC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一并换掉 在这边也看得出来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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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来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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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platforms